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個 拿一個大胞的姿勢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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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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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吃饭 吃饭 其实今天也可以吃饭 混蛋 其实今天你们那个 老板套 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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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县 他现在吃饭 我会吃饭 我们这一股 我会吃饭 你这个可以怎么在一起 我们去的时候 有气 他再用清水 你刚刚踩住 他现在就是滑入 滑过滑入 滑入 滑入 一瓶蓋子光燈 一瓶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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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西螺145線木棉道 三月剛好是花節盛開的時候 針對花盛開的季節 我們通常每週一定會巡查一次 我們也透過我們的陸履試工 還有派出手 隨報隨處理 只要有它會影響到 公路人的行程安全部分 我們會隨時派工去處理 包括例假日 我們都會派人隨時把整個 行道的路面也好 把這些落口清洗乾淨 而且民眾說 有看到有什麼民眾在 有什麼民眾在 是 因為這個花季 通常很多民眾都在那邊觀察 這確實是我們憲法一個美麗的負擔 希望民眾在那邊觀察 都要注意一些落口 如果有落口造成警察不變 就要請我們用路人 好好的那個見諒 那也隨時通報我們 我們隨時會派工去清理乾淨 進步 我們劍長立 firsthand 好,謝謝,謝謝,各位謝謝 好,好,好,來,謝謝 好,來,謝謝,你好 來,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待會有貴賓介紹 然後請我們現場,陸現場 我們曾,曾,曾局長 還有,我們也請包米市長 吳站長 吳站長 黃總市長 黃总市長 還有,我們嘉義的蔡經理 嘉義的客運蔡經理 來,包米市長 來來來來,怎麼樣 大家,大家網上市長 還有我們雲林客運的王大中站長 我們請練習 那縣長、副縣長、各位貴賓、各位先生記者 來,林山縣長 林山縣長,還有請 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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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了 那各位貴賓、各位縣政記者、小姐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是針對我們寬佩的方向 我們以前加強大中進出的一個現場的一個計程會 跟針對我們這一陣子來的一個清潔工作 那也感謝我們今天我們也要請 方宇市長他們的車隊 來這邊跟大家做現場的一個 一個清潔工作的一個說明 那林山縣長也派了一部我們的公車到現場來 待會我們會針對這個 我們如何做好這一次防疫的一些 車輛的一個消毒的工作 我們會請他們現身說訪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縣長來跟大家支持 好,謝謝我們公務處王處長 那我們縣部縣長以及我們衛生局 我們政局長以及我們消防局林局長 以及我們新聞處的我們廖處長 那還有今天宇貴的我們包括我們圓民區 我們的樓站長還有我們的林秘書 還有方理事長還有黃董事長 還有黃董事長 那還有我們的嘉義特運 那我們所有在場所有媒體記者 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謝謝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 造成全台灣大家都非常非常恐慌 那最近因為在白牌的司機造成一個確診案例 而且已經死亡的情況下 造成大家很大的恐慌 那我們今天特別針對雲林縣境內 目前大概有68家的計程車行 有68家的計程車行 有大概110多輛的車子 包括還有在自己的自行的車行 大概總共有216輛這樣的一個自行車 那再加上我們所有的公共運輸 包括目前我們台信客運還有日同還有嘉義客運 那還有應該還有嘉義還哪裡 雲林客運還有雲林客運 所有的公共運輸系統 我們大概今天針對所有縣境內 無論是計程車 無論是我們這些公共運輸系統 如何能夠做好整個的防疫 我們今天在這裡進行 讓我們所有的鄉親能夠更加的安心 那我想因為計程車呢 一般都在一個非常密閉 而且是超過15分鐘以上 這樣的一個時間 在一個密閉環境裡面進行的接觸 那因為我想我們進行車司機 大概都是以客為尊 就是不敢去要求客人 到底沒有辦法了解他到底有沒有 旅遊史 接觸史 群聚史 或是他本身的一個職業史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客為之就再送了所有的客人 那我想未來呢 如果可以的話 個人要坐這個計程車的時候 當然你自己本身對於健康狀況 是非常清楚了解的 那也希望在這個計程車裡面 密閉的環境裡面 而且是長時間超過15分鐘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自己戴上口罩 包括司機本身的自我防護 也應該是要戴上口罩 然後那這是第一個防護 那第二個呢 因為我們除了直接傳染之外 還有一個間接傳染 那這個間接傳染呢 必須要透過清潔消毒 才能夠避免把所有的這些病毒 帶到我們的眼耳口鼻裡面 進入到我們的體內 然後所以我想 無論是整個車子的一個清潔擦拭消毒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除了要出車前出車後 包括這個客人結束了服務之後 要迎接另外一個新的客人的時候 他也要能夠做好這些消毒 包括所有的這個門啦 手把啦 那或是座椅啦 只要會接觸過的這個地方呢 都能夠進行消毒 這樣是自我保護 也是保護他人最好的一個方法 那今天呢 我們除了我們所有的計程車 所有的這些業者 都非常有防疫觀念 也願意站出來 在這段防疫過程當中 更加嚴謹的態度 來面對來接受 甚至來做好自我的這些車 雙子本身的消毒清潔的這些工作 還有接下來的客人之外 我想我們所有公共運輸 我們所有的業者 包括排行客運 教育客運 雲林客運 還有運動 他們也願意來配合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今天 把雲林縣境內 所有的這些公共運輸系統 所有的車輛 都做一個完整的 一個不只是一個訓練 也是一個教育 也是一個互相的提醒 讓我們所有要搭乘的這些旅客 都能夠非常安靜放心 我們塑造一個 防疫非常嚴謹的一個縣市 讓我們所有鄉親 感受到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在雲林縣生活 是無 沒有任何疑慮的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我們做到一副三藥 也就是說 在公共場所裡面 空氣流動的情況下 我們不用戴口罩 我們把口罩留給 真正需要的第一線的人 這些醫療人員 第二個 如果就是說 假設你要進出醫療院所 你要戴口罩 這個是自我保護 第二個 假設你有慢性疾病 或是你抵抗利差 免疫利差 當然要做自我保護 也要戴口罩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 怎麼樣自己要戴口罩 或是你到密閉的環境裡面 擁擠的環境裡面 你要戴口罩 所以我們大概監守這些原則 再來勤洗手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假設你不方便洗手 我想簡單的這些 無論是乾洗手液 或是酒精棉片 在你的指尖擦拭一下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自我保護 都是非常好的 那現在我們最希望 也就是拱手不握手 也表達你的禮貌 做拱手不握手的工作 避免間接的這樣傳染 那以上 我大概就做以上的表述 那我非常感謝今天 我認識我們的監禮站 或是我們的業者 都運用配合 那我們其實我們在2月1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運用縣政府就主動關心業者 也主動開始發放口罩 那未來主管機關也會配合 給大家口罩的發放 那今天提供所有的消毒稅 包括防護衣 手套 然後最主要就是要加強 我們進一步的防範 然後保障自己的安全 也保障我們旅客的安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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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每次都分享 我們當然接受主管單位、憲政補答、公務總局、交通部的補答 我們會做好我們本身的清潔防疫工作 在這裡只是請求主管單位、我們的交通部長官 可以針對業者所增加的防疫懲罰 希望可以提議直接來 因為防疫是應該做的 但是這個費用政府是不是要考慮直接的 在這裡向交通部與我們的各級主管單位請願 業者已經載不到人了 已經沒有收入了 經濟已經很苦的時候 然後要增加支出 我想這樣對業者也不太公平 對駕駛人各方面都不太公平 謝謝 謝謝 郭昱明 郭昱明 不要往 有 正要不要 好 那我們 我們會來做一個王毅說明 局長 我請我們的防疫人員來教大家怎麼樣去調情這個 我們可以在家庭裡面 它是清潔我們的環境 通常我們就是 一般在市售的漂白水 大概是7% 通常我們如果是小面積的話 就是一個瓶蓋 因為這個車量比較大 我們是用兩個瓶蓋 一個瓶蓋是2500cc 加2500cc的水 兩個瓶蓋的話 就是加5000cc的水 我們就把它倒在一起 這是兩個瓶蓋嗎 對 兩個瓶蓋的 有剛剛 差不多了 好啦 你就倒下去 那個瓶水 好 那我們把5000cc的水 的清水倒入水桶以後 再加兩個瓶蓋的 市售的這個漂白水 7%的市售的漂白水 那就會調成500個 ppm的這個消毒 濃度的那個消毒水 那這個就適合我們一般 包括這個我們車內的 那我們居家環境的都是可以用 這樣子的 這個這樣濃度的消毒水來做清潔 好 門把桌面 那我們常常手會接觸的地方 這個部分就可以了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示範一下 我們先示範機前車的 再來公車 好 來 那我們請我們的 來示範一下 來 那我們請這位架子大哥 來示範 然後我們請我們衛生局的同管協助 來 來源於主角 來消毒 milit주는 來感染一下 來消毒 來消毒 在這個地方 非常常想的 還要低 那些車主角 我就在那裡 那些車主角 这样倒过去一样 那儿也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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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NN的旁边 所以已经透出来了 然后呢 首先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在使用小白水耗食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生命打开 因为它是有点味道 那这样子它才会通过一个工 最重要的现在就是有7%的 把這個 一個瓶蓋加2,500 兩個瓶蓋加5,000 那加上500個BGM 加上500個BGM 但是都適合我們像這個 我們經常在接觸的 包括這個門把 還有最重要的方向盤 因為你長期在握它 因為我們會開車門 司機本身會開車門 所以這個手把又是一個接觸感染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一定要插上 因為它就會間接傳染 方向盤是時機在用的 但是它如果一旦有接觸到任何病患 它又去摸了方向盤 它也一樣會間接傳染 會把它自己傳到這個身體裡面去 所以就是我們經常接觸觸摸的地方 我們要大概一天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要消毒 繼續去八個小時要消毒 那剛剛有特別請大家說 你在擦濕的時候 因為這個小白水是含有濾的 所以你在秘密的時候 它那個濾清 對我們 其實呼吸道不好 會刺激 所以我們 我們在消毒的時候要戴口罩 那我們也怕刺激我們的那個 皮膚 所以我們要戴手帕 好這樣子 然後 擦濕完以後 對 擦濕完以後 要用濕水再擦一次 這個剛剛有 講是它平常就有在做 對 對 對 那這樣 這樣就不會有殘留 我來去運喘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公車 我們來公車 給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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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有講過,接著8個小時消毒一次 消毒的時候就是要讓它通通 那我們雲林高鐵,他們平常做 我們在駕駛座上,我們也都會用酒精來消毒 除了防護自己,也是要避免說,比如說有些乘客 或者說駕駛友情會感冒生等等 那我們也是要保護自己,順便也保護其他人 這樣避免有相同的症狀發生 好,謝謝 我們 來執行這個汽車內的環境的一個消毒 那避免造成我們剛剛 縣長講的就是接觸性的一個傳染 那最好大家也可以就是說 下車以後,如果可以洗手,洗手 因為剛剛也給表的蠻詳細的 那你要拿到哪裡都可以 好,還要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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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這裡 有 摩托 有 讓方 內 還有玉les 秋 近日有白牌司機死亡的情況下 造成很多民眾非常不安 所以雲林縣省特別今天 邀請所有的公共運輸的業者 包括計程車的業者 進行所有的在防疫期間的一個教育跟訓練 希望所有無論是計程車 還有我們公共運輸系統 都能夠做好清潔與消毒 也能夠做好自我保護 因為很多的旅客跟我們的這些業者本身 有可能因為密密環境裡面近距離的接觸 長時間的接觸而造成在護膝道的傳染 尤其是直接傳染或間接傳染 都可能影響到病毒的一個侵入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除了贈送消毒水 希望他們在一個有可能互相接觸 而且間接傳染的地方能夠做好清潔 尤其是在手把開門的地方 或是西上安全帶的地方 甚至有可能互相接觸的地方 都一定要八個小時當中 就要進行一次的清潔跟消毒 那這是我們對他們的要求 那再來就在密閉的環境裡面 一定要戴上口罩 因為這是近距離的接觸 而且是密閉的環境 不管是他有沒有任何的接觸史 旅遊史或是疾病史 我想我們在一個密閉環境當中 超過15分鐘都應該要做好這樣的自我防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要求我們的計程車業者 能夠除了做好清潔消毒戴口罩 那這個動作之外 我想其他的部分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在出車前出車後 或是在迎接下一個客人之前 都能夠做好這些防護的工作 那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雲林縣 所有兩百多輛的這些計程車 還有所有公共運輸系統 都能夠齊去一趟一起來 面對這個非常嚴肅的防護工作 那他們也非常便宜全力來朋友 希望打造一個讓我們雲林鄉親 非常安靜放心的一個防護的環境 讓大家能夠生活 能夠輕鬆自在 而不要有任何的壓力 那我想有這些要求 也特別規律 如果有面臨到自己有任何症狀的 這些鄉親 第一個我想出入醫療院所 你要戴口罩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有慢性病 或是有呼吸道傳染 或是有危險性高發燒的 你也要戴口罩 那再來在密閉環境裡面 你也盡量戴口罩 但是如果是空曠場所 風氣流通的話 你就不要戴口罩 發病的防護 需要防護的這些醫護人員來戴口罩 我想我們還是要尊結實用 適當的戴口罩 那最重要就是要勤洗手 常常洗手 尤其是指尖的 這個手部的一個抽油 讓你的手是乾淨的 因為我們透過手會做一個傳遞的工作 是一個間接的一個傳染源 然後那勤洗手之外 如果假設你沒辦法洗手的話 那乾手液或是酒精棉片 在井間做擦拭 這個都可以做自我的防範 那再來一點就是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自我健康管理的這些個案呢 我希望你能夠做好自我的防護 不要到處趴趴走 就算你是自我健康管理 你出門也一定要戴上口罩 避免影響他人的整個生命安全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為止 已經沒有任何確實規定 那也沒有任何社群感染 希望大家盡量做好自我的防護 跟保護他人的這個動作 那我想這個就是 花會最好的工作性 那所有的環境 我們現在循序漸進 所有的相關單位相關的 這些組織團體 我們特地送進口罩 花花衛生所這個禮拜 在免費供應口罩之後 我們就會配合中央政府 在衛生所販賣口罩 那我想這個就是要讓大家 使用政府會的這個觀念 那因為免費的畢竟是有限 但是我們已經連續在這段時間 針對看病看病陪病的 這些需要的這些鄉親 我們還是在這個禮拜裡面 我們還是繼續提供免費 但是下一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是配合中央政府 開始在衛生所販賣口罩 好 好 現在駕駛大概就是我們 尖底站這邊 會有限讓他們購買病陰口罩 但是量可能還是不是很足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他們在口罩的使用上 可以稍微做一些更通融更寬裕 因為它是一個密閉的環境裡面 不能說一個禮拜只有一兩個口罩 可能這樣是不夠的 好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是不是 中央能夠針對 精神車的驗診 或是我們公共運輸的這些 這些驗診能夠可以移動更充裕的口罩 它就像面臨第一線的 這些醫護人員一樣 因為它在一個密閉環境 而近距離 而且長時間超過15分鐘的這樣的測程 它其實它的危險性 風險性其實也相當高 是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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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對 對 我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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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中間再一次,來,在中間 好,那我們今天贈送儀式就到這邊 謝謝,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用很久了,一個瓶蓋就可以用250cc 2500cc,所以用度過過高也不適合 小姐,到這裡可以做一個瓶蓋,幫忙忙忙 好,謝謝大家 我招的事就有一個瓶蓋,對 我招的東西都就放一些 我有一個瓶蓋,怎麼露了 擁有一個瓶蓋,這些瓶蓋 我只能吃短片 包子豆腐 我只能吃短片 真具真 真的有人坐 真的 我只能坐在那裡 真的不平 我只能放好玩 你都坐在那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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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